作为区域中心,淡宾尼服务的对象还包括东部其他的商业中心,例如张宾商业园区和张宾机场。 淡宾尼对于张宾商业园起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,因为整个商业园的发展面积大概为71公顷。 主要的发展项目就包括了高科技的研究,还有一些数据研究等等的一些项目。 所以在人力资源方面将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。 淡宾尼是我国人口第三多的住宅区,有将近26万人住在淡宾尼。 根据发展计划,政府组屋住宅单位预计将从目前的六万四千多个,增加大约五千两百个新单位,到将近七万多个。 在这同时,淡宾尼的私宅单位也将从目前的大约一万一千个,增加一千七百多个,到将近一万三千个。 淡宾尼是市区以外拥有最多零售店面的市政之一。 整个淡宾尼的零售面积为二十四万平方公尺。 未来四年,淡宾尼将增添一万三千九百多平方公尺,达到二十五万六千平方公尺,增长幅度为百分之五点七五。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,淡宾尼成了主要的生活和工作地点之一。 在不久的将来,淡宾尼还会继续增添新的休闲设施,为这里的居民提升居住环境。 淡宾尼即将增添一项设施,就是一条新的地铁线。 估计两年后,滨海市区线将开到那里。 目前,淡宾尼是第二大的商业中心,不过随着玉郎东将大势发展,玉郎东将会超越,成为市区以外最大的商业中心。 这对淡宾尼和玉郎的房地产价格会有怎样的影响呢? 你可以到我们的面部网页收看房地产业者的分析,网址是facebook.com slash moneyweek,那里还有正确堂的分析。